福克斯新闻网9月20日消息,美军2019年将获得6740亿美元的预算支持。 这笔资金不仅用来增加16400名现代和预备役人员,工资增长2.6%,还将大力发展先进科技,帮助确保美国在陆海空的主导地位。 2019年将有200多架战机,130辆升级坦克,10多艘星海军战机加入美军武库。 93架F35第五代战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闪电二战机是第五代战机,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。 它有多战前所未有的强大能力,例如接触隐身性能,能帮助它规避防空,深入渗透敌方空域。 此外还具有强大的台式改制能力,是它的一大决定性优势。 这种飞机不仅能打击地面,还能打击空中和海上目标。 F35有三种衍生机型,内国空军装备F35A常规起降机,海军陆战队装备F35B短距垂直起降机,海军装备F35C弹射起飞,蓝色降落,CATOBA2机,58架UH60黑鹰直升机。 黑鹰直升机是40多年前延发的,但今天依然可发挥强大的作用,出主要的空袭任务来,还可以执行医疗后送,机特种作战等多种任务。 黑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变化,今天的机型与以前相比,飞得更高,搭载量更大。 66架AH64A7直升机,AH64A7攻击直升机在美国陆郡,服役已经有30多年时间,预计这种直升机还可以再服役20年以上。 A7也一直在改进,它的飞行速度达每小时150节,可根据任务需要搭载载机武器,例如常攻击型可搭载16枚地狱或导弹。 13架V22鱼鹰,鱼鹰战斗直升机,采用特殊的轻转旋翼技术,外观别致,能力也与众不同。 它即直升机的垂直性能和固定翼飞机的速度和航程一体,转子在垂直位置时,这种飞机能像直升机一样起降和旋停。 升入空中后,它就能转换成涡轮螺旋桨飞机,进行高速,高空飞行。 15亿美元用于提升M1埃布拉姆斯坦克,2019年,135辆M1埃布拉姆斯要望进行升级。 这15亿美元将用于坦克的现代化及性能提升。 这些主战坦克最可能会进行装甲改进,以阻止战场上不断变化的威胁。 陆军有应安装主动防护系统,这种系统已经证明可有效阻止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威胁。 三艘DDG-51制导导弹驱逐舰,DDG-51战舰具有攻防能力,可执行多种任务。 这些水面战舰能攻击和防御敌方飞机,潜艇及其他战舰,这种驱逐舰已经武装到了牙齿,可提供重要的打击火力。 他们既能执行自己的任务,也可作为航母打击群、水面行动队,愿征打击群以及导弹防御行动组的成员来发挥作用。 量搜弗吉尼亚级潜艇先弗吉尼亚级攻击,潜艇将太拥合动力,利用自身先进的隐身性能,它可以开战深水返舰战,即侦察等潜水冰海任务。 潜艇5G系统配备12个垂直导弹发射管和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,近垂直发射系统就能够发射16枚战斧前射寻好导弹。 冰海战舰冰海战舰又于在冰海地区进行作战,在2018财年资金支持下,163艘冰海战舰正在建造当中,军方的重点已经转向了新护卫舰。 白宫建议只需要在中间一艘冰海战船,但政客们持不同看法,2019年将投资建造更多冰海战舰,高超音速武器高超音速武器速度至少可达5马克,是音速度5倍。 3亿元已经增加了5.08亿美元,作为对高超音速武器,这一级重要邻居的投资。 今年来,美国并未重点进行高超音速领域研发,而中国和俄罗斯等国,一直在公开说明本国的进步,美人需要投资来研发这种新武器,也需要资金来制定解决方案,来防御这种速度极快的导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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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